防贷补助符合条件者一次领3万18岁以上学生可申请租金补贴 行政院院会16日通过内政部提出中产以下自用住宅贷款户支持方案草案 符合资格者需据仅有一笔自用住宅贷款与家户所得合计新台币120万元以下 且原始核贷金额台北市850万元与其他县市为700万元等条件 申请核定后可获3万元一次拨付 行政院长陈建仁说 为因应三年多来疫情升息对中产阶级带来压力 政府规划的房贷补贴方案 预估可减轻55万房贷护负担 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 今年将近近300亿元租金补贴方案 18岁以上学生租屋也可以申请 另外 行政院会通过一后就学贷款补助方案 教育部长潘文中说 这个方案将协助在学中以申请学贷 弱势学生及毕业后符合抚育孩童或平均月收入未达4万元等资格 贷款人偿还一年本席 近55万人受贿 房贷补贴拟设双门槛 房仲说 桃园台南高雄受贿较大 内政部补贴方案16日出炉 拟设定年收入新台币120万以下 台北市贷款金额不超过850万元与其他县市700万元以内的民众 房地产专家表示 双北地区因房价较高 房贷族想拿到补贴并不容易 桃园与台南和高雄受贿较大 学者说 减轻购物族负担与持续进行房地产制度改革并不冲突 补贴方案值得肯定 但房价高涨与租赁地下化的问题依旧存在 在制度问题仍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 政府必须继续努力 海缆又被扯断马祖网络大受影响增加倍元频宽因应 台湾与马祖之间的中华电信两条海缆分别于两日及八日发生断缆 严重影响马祖居民宽平上网需求 中华电信16日表示 近5年来 台马海缆故障中断次数多达20几次 但无法确信此次是否遭蓄意破坏 以启动微波被源频宽通讯 预计国际海缆船最快于4月20日前来抢修 受影响的客户可减免相关业务月租费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证实 台马海缆分别被中国籍渔船与不明货轮勾断 中华电预计今年底让微波被源总容量达每秒8.148级位元 使马祖地区在意外事故发生时频宽能接近平时通讯水准 东引靶场石货简体字样气球陆军说 初判为气象探测器 陆军司令部16日表示 东引地区指挥部约在16日上午11时发现空中有不明物体飘落 经搜索后在靶场石货有太原无线电与气象仪器等简体字样与直径约一公尺的气球残体 初判残骸为气象探测仪器 以送交相关部门进一步鉴定 中国侦察气球4日遭美军击落后 日本政府近日公布三例过去中国的无人侦察用气球在日本上空飞行的案例 当局16日表示 为守护人民及财产与航空路线等安全 对于侵犯领空的气球或无人机 你调整自卫队法运用方针 将放宽动武条件 可击落这类飞行器 这将是日本首度决定把侵犯领空的气球与无人机等列入可使用武器的对象 文化成年里经扩大发放18到21岁每人1200点可看展览买书 为鼓励民众在疫情趋缓后扩大一文消费 振兴一文产业 文化部争取行政院一后特别条例预算 其中相当于1200元的文化礼金除原定发放18岁的21万人以外 将加发19岁到21岁共69万人 总计共约90万人 文化礼金可用于购买展览与演出门票 以及买书与看国片与买文创或工艺品等一文消费 健保部分负担上路分二阶段急诊与药费调整最快4月实施 卫生福利部为强化健保财务状况 云定去年5月15日调整健保部分负担 新制上路后 民众做检验检查与拿药与小病冲大医院急诊费用将会增加 但为避免在COVID-19疫情期间 增加民众工作及金钱负担 因此延后实施 健保署长石崇良16日表示 部分负担调整将分二阶段上路 急诊及药费部分最快4月实施 检验与检查部分负担仍待讨论 是否今年下半年上路上待确定 护照申办爆量领务局说 20日起制发期延长至10天 疫后出国潮持续涌现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16日表示 疫情造成累计约300万本护照的换发需求 15日护照单日收件量达9956件 远超过领务局负荷能量 因此将延拟实施三项新措施来缓解民众申办护照排队之苦 包含20日起 护照发照时间将由6个工作天再研制10个工作天 以及开放民众到场直接抽取号码牌 并且扩大网络预约能量 巴拉贵总统阿布多任内最后一次来访重申世界需要台湾 总统蔡英文16日以军礼欢迎巴拉贵总统阿布多抗力 之后举行双边会晤并见证两国签署合作协定 阿布多表示 这是他总统任内最后一次访台 重申对台湾最坚定的支持 并强调 全球面对不同挑战的时刻 台湾可以分享及贡献许多宝贵经验 台湾需要世界 世界也需要台湾 蔡总统表示 过去这几年台湾与巴拉贵共同面对疫情的挑战 期待借由这次访问交流 两国持续加强合作 一起开创意后经济的繁荣发展 前经纪人夏玉顺放话刘文正逝世隔一天改口说 他还活着 影视隔三期巨星刘文正传出去年11月因心肌梗塞过世 前经纪人夏玉顺15日亲口证实 16日却改口 夏玉顺说 他前一天是为了不让人骚扰刘文正 所以将记就记对媒体放出错误消息 大众传播学者认为 这次事件恐将冲击媒体可信度 使媒体与消息来源极越听众彼此信任的距离越拉越远 此外 夏玉顺遭指控近期搭乘华航班机时抱怨未受特别关照 逼空服员帮他穿袜子 华航证实有发生旅客滋扰事件 已召开相关会议 将进一步依法采取行动 国服中心就蜜蜂破解病毒结构助开发天然药物创全球先例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资料显示 全球有近三分之一农作物种植仰赖蜜蜂兽粉 但过去数十年来 世界各地蜜蜂因7D大量消失而数量骤减 影响农作物兽粉 冲击人类粮食供应 台湾国服中心团队耗时5年 成功破解全球首个西奈湖蜜蜂病毒的可体蛋白质结构 对开发蜜蜂抗病毒天然药物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成果日前更登上顶尖期刊自然通讯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